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一名刚从西非国家旅游返家的患者因为出现发烧等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病症而进入医院接受治疗 利比利亚当局计划控告在美国确诊感染伊波拉的病人邓肯离境时在健康申报表 区报资料 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是2014年的10月3号星期五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一名刚从西非旅游返家的患者因为出现了发烧等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病症 而进入多市大学健康网络属下的一间医院接受治疗 该名患者已经被隔离 现在正在接受病毒测试 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之内揭晓 大学健康网络分管公共事务的副总裁霍华德指出 该名患者感染伊波拉病毒的可能性不大 其接受病毒测试是医护人员采取的防御措施 他还指出 在测试结果揭晓前 处理该宗病例的医护人员均需带上保护性的防疫设备 大学健康网络属下的医院包括 多伦多全科医院 多伦多西区医院 马加烈公主医院和多伦多康复治疗中心 目前未能确定该名患者进入哪间医院接受治疗 多市市长竞选热门人选邹智慧今天公布竞选政纲 承诺会将多市建设成为更加强大也更具关爱的城市 邹智慧此次公布的政纲长达49页 包括了58项政策 其中不少内容邹智慧在先前的竞选活动当中都有所提及 政纲的主要内容包括 包括未来四年新建一万五千个经济适用住房单位 扩大托儿所规模 增加托儿津贴 以及促进年轻人就业等 另外在政府管理方面 邹智慧提出解散安省市政委员会 提倡排名投票制度 缩短适选周期以及加强操守专员的权利等 邹智慧称 政纲的底线是建立更好的市府 而不仅仅是实现财政上的收支平衡 多市市民的诉求优先于薛锦赤字 市府需要团结一致 重塑形象 哥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 确认一名银行劫匪的身份 警方说这名男子涉嫌在8月28号下午3点10分 进入位于Eastlington Avenue和Rathbourne Road 交界地区的一间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分行 接近一名银行贵员 之后将一张字条放在柜台上 字条内容要求贵员交出一笔现金 称自己藏有一把枪 一犯得手之后逃离现场 事件中没有人发现有武器 被通缉的一犯身高5尺9寸到5尺11寸 体重190磅至200磅 身形比较庞大 有胡须 犯时身穿黑色帽衫和黑色松绳裤 警方今天发出保安系统拍摄到的一犯照片 呼吁知情人士提供消息 患上罕见癌症的多伦多市市长福特 向传媒透露 根据自己的情况 存活率只有50% 但强调仍然保持乐观 福特上月因为腹部剧痛入院 之后被确诊患上恶性脂肪肿瘤 随即展开化疗疗程 他今天返回市府工作 向在场记者表示 自己此次健康问题最艰难的部分 是向子女解释病情 不过福特表明自己尽量保持乐观 他还表示 接受癌症化疗感觉并不好受 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能量每天起伏 因此很难预测 在试选前能否参加第二区市议员的辩论 加国方面 总理哈珀今天在众议院 公布了本国协助盟军 打击伊拉克和里凡特伊斯兰国的具体计划 根据这份计划 本国将会对盟国提供 六个月的空中作战协助 但不会出动地面部队 这个动议将会在下周一 在众议院进行投票 对于保守党提出的动议 联邦自由党领袖杜鲁多 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支持 官方反对党新民主党 则没有明显表态 只强调希望在众议院就动议提出辩论 哈珀今天在众议院表示 本国将会为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 提供空中加油机 侦察机 战斗机 以及人员支持 如果动议获得通过 本国将派出最多六架CF-18战机 此外 还会派出69名军事专家前往伊拉克 其中26名为地面支援人员 哈珀强调 本国只会在可以明确表达支持伊拉克 打击伊斯兰国的地区进行军事行动 目前范围不包括叙利亚 但哈珀不排除在未来 扩大空袭范围 哈珀呼吁众议院 能够支持保守党此次提出的动议 好了 下国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 今段广告 广告回来将为你带来国际新闻 天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与中国共有12个分社 地面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势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够出户完成机票和旅游团预定 保证您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 风采无限 天保旅游 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协群社区服务中心 举行2014年度周年大会 继表扬优秀义工晚宴 来自政商社届百多人出席 多伦多佛光山与多伦多国际佛光会 今年再次于9月20、21日晚 举办魏文教慈善基金筹款 佛光素宴 大温房产 3月27日 貓TV隆重推出 新闻视角 全方位房产新闻报导 深度对话 专业嘉宾详细解话 热点聚焦 热门话题 时期追究 逢周四晚9点播出 周六五天11点半重播 这段时间我跟胡子也得撤 因为现在看来我是警方的第一对象 只要拿不下我 他们就动不了您 最重要的就是炼金厂这个环节 因为炼金厂的地址 只有钱惠一个人知道 我觉得现在就应该去抓钱惠 咱们应该趁热打铁 他跟钱惠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魏龙魏虎也看过他的照片 都说没有见过这个人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利比利亚当局计划控告 在美国确诊感染伊波拉病人邓肯离境时 在健康申报表上续保资料 另外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一名美籍驻利比利亚摄影师 正式感染伊波拉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表示 正式受感染的33岁自由男摄影师 当地时间周二才受聘 随同资深记者斯奈德曼 在利比利亚首都蒙罗维亚 采访伊波拉疫情 他周三开始出现病征 周四到无国界医生医疗中心接受测试 对伊波拉病毒呈阳性反应 是首位确诊伊波拉的美国记者 将送回国治疗 而记者斯奈德曼和同行 另外三名工作人员 正在当地接受观察 暂时没有出现症状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也会被送回美国隔离21天 至于首宗美国境内确诊个案 正在达拉斯留意的邓肯 病情依然危待 利比利亚当局指邓肯尚悦在蒙罗维亚登机时 涉嫌在健康申报表 序报资料 包括否认曾经直接接触伊波拉病人 消息指邓肯尚悦在蒙罗维亚郊外 曾经与邻居一名感染伊波拉的孕妇前往医院 接载孕妇的司机表示 邓肯当时与孕妇同坐在后座 该名孕妇最终不治 当时有份帮忙的居民 随后也证实染病 在美国 当局继续监察大约100名 曾经直接或间接接接触邓肯的人 还下令他的4名亲属 在达拉斯的寓所接受隔离 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达拉斯市长 确保当地抗疫资源充足 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通用汽车公司有多两项汽车回收行动 并今年的回收行动增至71个 涉及在北美接近3000万辆汽车 最新其中一项回收行动 受影响超过43万部 2011年到2015年款的凯迪拉克SRX 以及2011年到2012年款的萨博94X 这些SUV多用途汽车 主要是在北美地区出售 车厂说这些车辆部分后面的避震螺丝帽 可能没有适当扭紧 有可能酿成交通意外 车厂收到两宗涉及有关问题的交通意外 和两人受伤的报告 代理商会对受影响的多用途汽车进行检查 有需要时更换零件 以及检查未出售的SRX 确保零件没有问题 另一项新的回收行动 涉及在本国和美国 接近9万4千步2013年到2015年款的雪佛兰Spark 迷你汽车 原因是车头盖有零件可能生锈 导致车头盖突然打开 阻挡司机视线 酿成交通意外 车厂没有收到涉及这个问题的交通意外和受伤报告 代理商会在有新零件时 为受影响车辆更换零件 车厂已经要求代理 在完成维修之前 不要将大约13000步有关汽车出售 美国加州南部警方在公路追捕偷窃犯 疑犯驾驶的卡车最后实施 疑犯驾着卡车在高速公路上驾驶 警车紧随起后 不时出现惊险镜头 追逐站持续了90分钟 横跨三个线后 卡车突然向右切冲上路边山坡 车身侧翻 意外没有波及他人 疑犯之后自行爬出车外 仍能步行 并高举双手投降 当地媒体报道 暂时为之一犯身份 相信他是蓄意将卡车冲出路面 各地的伊斯兰教徒 陆续涌到沙特阿拉伯朝圣 当局加强保安措施 并且严防伊波拉传入 数以万计的教徒 昨天在麦加附近的阿拉法特山聚集 准备参与深夜开始的朝圣仪式 当局估计 本周将有大约300万人 来到麦加朝圣 当局卫生部门已经停止 向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塞拉利昂 利比利亚和几内亚人发出签证 阻止伊波拉传入沙特 西非一国大约7000名伊斯兰教徒 今年无法前往当地参与朝圣 当局还出动数万名军警 提防极端武装分子发动袭击